所以我老软啊 我每天妈转的铁铁吓死你们 你妈什么地方没去过 我上海的杜业生啊 上海杜业生你是 你不要不相信 黄老板你说你年轻时候很潇洒 我也不懂 反正我就每天潇洒洒洒洒出去玩 你看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炸铺路 炸铺路的芳香 芳香是什么饭店 对啊 当时老板家戴开眼睛了 妈天天去啊 你那回等于是天天要下馆子的 也不是讲天天 但是应该是很经常的 还吃过些什么饭店的 大的小的 什么饭店没吃过 哪怕是龙岸的饭店 我就都吃过 那么像和平饭店 什么国际饭店 和平饭店 和平饭店 我那个时候去 在楼下吃的火锅 比如那时候吃一顿饭要多少钱呢 没多少钱 哪有像他们什么强度说的几件饭 哪有几件饭 你别看我去 别跟我在这里吹吹 没这么多钱 一千多块也没去做的 我之前拍的翔哥 他去什么国际饭店 什么凤凰天 吃了一顿六千多块 别跟我下吹好吧 还有什么青年会 不要 什么地方没去过呢 国际饭店 二十九六吃 我们四个人 才吃了一千多块 青年会 我怎么没吃过呢 东湖宾馆 华庭宾馆 贵都 你是去里面吃干嘛呢 吃饭 吃饭呀 到贵都 贵都下面有唱歌 有卡拉OK 我到布特班 和那个是 菲律宾的总统 你还说菲律宾的总统吃过饭 当然了 那像一般你比如吃好饭 就去跳舞唱歌了 吃过饭以后呢 就去跳第八 第八 第八 跳舞的话 跳一次要花多少钱呢 没多少钱呢 十一盆花生米 五十块 那个时候找个女人 找个女的跳舞了 二学生一千块钱 一千 门片就是一百多万的 那么除了吃饭 跳舞 你还会去哪里潇洒 就是 我叫月总和娃娃 叫姐姐 姐姐是什么意思啊 姐姐就是 以前那个上海很有名的 在沿岸路这里 那么去月总会是干嘛呢 月总会嘛 就是唱歌 喝酒 找个女的出去牛逼 出去牛逼 就这样 那么去月总会 消费一次要多少钱呢 一两千块钱吧 一两千块 你首先要有台费 而且人家赔你 你还要给人家消费 反正大概一堂 大概一千多块钱 一千多块钱 那个时候 一千多块钱 应该是要的 这差不多 你说的这些都在几十年代的时候啊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一千多块钱蛮厉害了 当然厉害了 哪里 不要跟我 不要跟我在这里吹 老子从来不跟你们下 蛮厉害的 那说明你那个时候已经赚了很多钱了 我当然有钱了 那个时候就做古董生意发家的 我不是发家 不是发家 就赚了点钱 那个时候你一个月收入大概多少 我每天赚的钱就吓死你们 就是古董生意的钱 当然了 所以我老人啊 我有底气啊 所以人称黄老板嘛 我上海的杜月生啊 上海杜月生你是 你不要不相信 你是黄月生等于是 对啊 我真的不会跟人家吹年痞 你那时候条件这么好 有没有身边的人眼红你啊 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什么的眼红 应该没 不像现在 不像现在这么现实 对吧 以前好像没